首先这样一个光速有了之后还是不够的 你需要强化一下 这边我们在这个光速上 给它加点发光 我们这边拖动进来 第一个发光会点亮你的图像 我们这个半径来加大一点 如果一个不够 再给它复制一个 第二个半径再加大一点 强化一下这个亮度 所以我们就尝试拖动 然后去看 你觉得两个半径 这个数值能满意为止 这样子是发光一和发光二 然后我还希望呢 让它有一些好的质感 这边要给它加一个模糊 我们可以搜索一下模糊 选一个定向模糊 也就是按照方向去模糊 这边数值加一点 模糊是经过渲染之后呢 看到光速还是比较漂亮的 比之前要更柔和一点 那你还可以去加一个曝光 强化一下 这边曝光度 我们给它加一个看一下 它会更亮一点 或者两个 我们就先加一个 这是我们的一个初步的光速生成了 并且在这边它是一个动态的光速 在这边飘送 那我们需要呢 强化一下它的光速 所以我们把传送光速复制一下 复制之后我们Ctrl D或者Cmd复制一下 我们复制的这个 删掉它的这个定向模糊 包括这个曝光给它删掉 也就是我们这边 这个我们可以重命名一下 传送光速 比如这个是强化1 那么强化1的话 我们删掉了这些模糊 也就是你原有的光速加了发光 我们给它加一个 这种模糊 我们加个方块模糊 让它变成这种强化的背景 那收方块可能 和字打的不对 我们换一下 我们收一下模糊 这边加大一下数值 它就会变成这种环境 像烟雾一样 所以具体加多少 我们先尝试100或者120看一下 这个烟雾呢 在这边飘来飘去 效果也是非常自然的 就像真正的这种烟雾一样 那这是我们的强化1 你可以再强化一下 做个两层 第二层我可以稍微的修改一下 比如我再加大一下数值 那这样子我们是看不出来效果的 我们要把这两个改成相加模式 它就会变亮 这个时候就比较明显了 我们看一下你一层的时候 跟两层 效果竟然不同 再加上你原有的传送的光速 我们想要的这种亮度 基本上就模拟出来了 那我们这个传送光速要在最上边 然后后边是它的这些强化的这些烟雾的这个背景 然后人物在这边消失的时候 如果你把人物关掉 后边的背景一定要是这个空背景 因为我们刚才放了一个这个空的视频 刚好就可以弥补这个空缺 如果说你是前面的视频 然后这边还有人物在上边的话 它就没办法做出这个消失了 所以为什么放一个空镜头 这样子你可以更好的让它消失 然后这边我们就显示出我们这个针 我们这个人物需要强化一下 这边给它做一点关键针 这边我们放大一点 那么我们在这个人物定格开始消失的地方 这边我们按下T键打开不透明度 你可以让它从 这边可以看一下 你可以去调不透明度 我们不透明度如果让它消失的话 这边是100 我可以移动10帧或者是15帧 可以让它不透明度从100变成0 这样子人物会有一个初级的 从0到5的一个过程 但是这样子是比较简单的 然后我需要再强化一下 我可以给它再加一点模糊 这边还是加一个定向模糊 定向就是一个方向 还是加到人物的图层上 所以上面是这个抠向 模糊的话我这边加一个长度 你可以拖动预览一下 看一下人物的这个角度 人物呢也会有这种光束的这种上下被拉伸的这种感觉 那我们之前光束调到很大 这边也调到240可以看到很大的一个光束 所以具体是多少呢 我们自己来把控 这边还是需要呢给它加上关键帧的 这样能更好的体现 那我们就开启模糊长度的关键帧 这个位置一开始的话给一个0 然后随着人物逐渐消失的时候 给到刚才240这样的一个大的参数 所以接近消失的时候也会模糊的越来越多 这边可以看一下 逐渐出现这种感觉 这样子还是效果还是可以的 这边选中图层上下U键 我们看一下我们的这些关键帧 可以将它选中通过动画菜单 关键帧帧助 缓动一下 这样子消失的会更自然一点 那我们再把这个光束呢 再给它做一个关键帧 这个是最关键的一个部分 一开始的时候 你希望它的光很强 那我们看到这个是光束层 我可以这边选择这个合成 然后通过视窗 这边我们选择一下窗口 你可以新建一个查看器 这样子我们就是两个预览 右边的合成锁定 那左边我就点击这个光束 我们这边选中它调一下 这边我们之前杂色的地方 你可以调一下这个亮度 注意下边的合成 我们可以 这个光束我们也锁定一下 包括光束的参数锁定一下 这样子我们下边切换的时候 这边都是固定住 不会动 不会变 方便我们进行查看 那我们选中人物层按下U键 调出这些关键帧 注意选择的是人物层 也就是静止的这个层 这是前边我们家的光束和这个定向模糊 这边再加一个亮度 亮度是负六十 也就是现在这个状态 如果你数值给它加大 你会看到它会变得非常的亮 呈现这种曝光的感觉 我们就给它设个零 让它很亮 一开始这个光非常的亮 然后移动几帧 比如移动五帧 改成刚才的负六十 这样子它会有一个过程 我们选中组成再按一下U键 重新显示一下刚才加入的这个关键帧 这边可以看到现在的这个点 注意这个是我们这个分形杂色 和这边是不一样的 分形杂色的是上边光束中间的 我们这边双击进入看一下 在这个地方 所以一开始很亮 然后开始变暗 那我们要定位一下这个位置 那我们在外边选择人物层 按下U键 找到关键帧结束的位置 然后你再双击光束进入内部 它就会定到这里 就是结束的点 我们让它也变成零 再次亮起来 往前移动三针 我们让它 这个亮度呢 回到负的六十 也就是我们之前设的参数 这边可能距离有点短 我们让它也移动一点 这个针也往前一点 所以这个范围和参数呢 我们自己把控 这样子这个光就会有一个亮 然后逐渐到正常的这个颜色 然后又逐渐到亮 人物消失之后 它也会逐渐的变量消失 那我们这个CC圆柱也可以让光源最后呢 一起消失掉 也就是它会有一个从零到有的过程 这个半径决定了它的这个大小 我们在相同的位置开启下关键帧 那这边一开始你的圆柱是零 没有任何帧数 然后到这里 我这个半径展开 也就是我这个圆形开始展开 然后到这边再加一个帧 我可以再输入一下200 让它生成一个帧 然后最后这个帧 这边也可以点击添加关键帧 我们改成零 半径就会消失 所以选中途层按下U键 再看一下这个帧数 这边是杂色的帧数 VC的帧数 然后圆柱体的帧数 它这边还是丢了一个帧 那我们把圆柱体的这个位置选中 按下U键 显示一下 选中这个帧复制一下 粘贴一下 或者你手动选中 这边 圆柱体的半径200 所以我们中间 它的这个大小 注意观察这个合成 它是不变的 一开始的时候是从小到大 这边是从大到小 所以画面会变得非常的复杂 然后回到 我关掉这些合成 解锁一下 关掉 回到单个这个合成的状态 解锁一下这些面板 回到我们外边的合成 所以我们做了很多的细节化的调整 然后 人物层 也要复制一层 加一个绿色 也就是屏幕 人物会再变亮一点 注意我们来观察一下 它会有一个亮度的变化 这是宝货模式带来的变化 我们最终再给它配点音效 看一下完成的效果 提供的声音效 咕噪 每个小点设计